好 接下来看的是在AI时代 那么激烈的竞争已经出现了 OpenAI先推出新产品 而谷歌开发者大会也不遑多让 我们来看一下曾经focus过的 抢先一步 OpenAI推出的是全新GPT4O人工智慧模型 它的对话能力大步提升 回应的时候是零秒差 而且会选择以适当的语气对话 从最基本的文字声音到影像画面 它可以全部包办作为回应的内容 而GPT4O多了强大的推理能力 可以算术分析图表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谷歌开发者大会 它所推出的AI模型 Gemini 1.5 Pro 从一次可以处理100万个词源 脉络长度扩增到200万个 意思是说读懂1500页文件 处理长达一小时的影片内容 它会及时分析手机拍到的画面 然后提供语音的回答 免关键字将来是发话一句话 就可以做搜寻了 而且马上会得到生成完成的答案 还帮你生成懒人包 美国现在会先体验 预计到今年年底超过10亿人 会使用这一个新的Google生成模型 OpenAI等于是向谷歌下了战铁 而谷歌也出招抗衡 来看一下谁才是搜寻疫情的龙头 一年一度的谷歌开发者大会 在加州矽谷山井城登场 一如外界所料 以生成式AI模型 Gemini系列贯穿全场 这个叫做Project Astra的原型 是由谷歌旗下AI部门DeepMind打造 它能和使用者即时对话 讨论任何在手机里出现的画面 不只对话还能随时插入文字 甚至分析有型物体上的文字内容 无论环境在怎么动态或复杂 这个AI语音助理 照样能和使用者 在五秒差的状态下 一问一答 被视为是要和竞争对手 OpenAI正面PK 前一天这家ChatGPT的开发商 才抢先发表了全新 更聪明的语言模型GPT-40 被誉为最强AI助理 现在是在家里面的皇帝吗 是的 看起来皇帝现在是在家里面的 皇帝正在朝鲁古代帝 是在朝鲁古代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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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会上 谷歌又搬出第二个鸭香宝 今天我会预讨 我们最新的最高的 电视频模型叫VIO 这个全新VIO能够以文字 图片和影片指令 生成1080p的AI影片 且便长达到一分钟以上 从唯美的慢动作镜头 空拍大海中的帆船 到缩时摄影等多种视觉效果 通通是对VIO下指令后 所生成的高画质影片 在谷歌发表的全新产品和原型中 也对Gemini系列的几款模型做了更新 包括速度更快 成本更低的Gemini 1.5 Flash 以及只对订阅用户推出的Gemini 1.5 Pro 这个更新版本支援超过35种语言 能帮助使用者在庞大的文件 Email或云端档案中整理出摘要 就连招牌的搜寻品情 也不必在绞尽脑汁想多个关键字 只需以明确的一句话进行提问 无论问题多复杂 资讯量有多大 AI都能传承搜寻结果 且能让使用者选择 想要看到完整版或精简后的回答 在这场两个小时的大会上 共提及AI这个关键字120多次 而场外同样热闹 数百名巴勒斯坦支持者 在开发者大会的入口处 发起抗议行动 继续反对谷歌和以色列政府的合作项目 不过这场抗议示威 并没有造成太大影响 大会参与者改用另一个入口进场 让这场年度盛事按时登场 TV希望之后我的